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二叔 今天上次给大家说 上次说的我跟那个 我哥们啊,任金汤他们 在一块儿,当时他们就是 红米了 他老婆,就是他女朋友啊 红米了 然后他们就去购物去了 赢钱购物,输钱当铺 然后就去了 后来我就那什么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就 单独行动了,因为 他们两口嘛,你想两口 他一红的米,他肯定他 买东西啊,或者俩人想单独一块儿 吃个饭啊,或者想逆呼逆呼会啊 什么的,因为这人有了 钱,他荷尔蒙上升嘛,他就那 什么 然后那个 当时就那样 我就一人单独出去玩去了 出去玩去了,然后 我先到菜市场 到菜市场之后呢,我就去那个 找明灯,当时没有找到什么明灯 那天,我觉得那天人挺杂的啊,就是各种人都有 但是呢 我又换了一个菜市场啊,换了一个稍微清静点的菜市场 然后走过去了,走过去了 我其实那次应该是在置地啊 在置地,因为置地呢,他有一排那个瘫痪椅 当时有好多那个蛆蛆妹嘛,在那个椅子上啊 然后我就去那了,然后那个 因为置地那有那个瘫痪三宝啊,瘫痪三间套 反正就是 只有那个瘫痪老哥啊,才去吃那个东西 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没去吃,就直接进菜市场里了 去菜市场里还是去找明灯,然后没有找到 但是呢,没找到找着一个美女啊,就是 身材特别好啊,就是 该粗,该丰满的丰满,该细的细啊 穿了一个 那种浅粉色的那个迷你裙 穿了一个那种蕾丝状的那种白衬衫 穿了一个黑丝高跟啊 当时 就是 我一看就整个就这个人啊 就跟自溜一下子出了电视那种感觉啊 然后呢,当时呢 我就走到跟那美女旁边了啊 就跟着那美女旁边 然后 她就是几K,一K,两K那么推 然后呢,我呢,为了展示一下自己啊 直接啪啦,推上一个两W 啊 然后呢,就是 想吸引她的注意力嘛 然后就是耍帅啊 就是也不看牌了 直接就那么着一摊啊 结果呢 没有,就是没给啊 就是黑米了 然后那两个W呢 就是被那个班长收保了 啊 然后呢,直接我再又又追啊 也不管 就手里头的这点米啊 就直接往里头 结果呢 又,又被推走了 被推走的时候呢 不是,就是第二口又推 然后 黑了 做了片又被那个班长给收保了 当时呢,我就说实话 啊,就心情就已经不在这个玩红蓝上了 啊,就看了一眼那美女 美女呢,冲我一笑 哎呀,这一下子我就 就算是魔障了 啊,又开始接着往上推 那会儿就什么路啊 什么明灯啊 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啊,就是展现一下自己 哥有钱啊 结果我今天那一次 黑了十几口 啊,就那个时候就是脑子呀 就是魔障了 啊,就是 哎呀,其实怎么说呢 你说说话吧 也没跟人说上个什么话 啊 然后就是老觉得自己 跟那儿自以为是的 那种耍帅 也加上那会儿年轻呢 就是卡卡往上推 后来直到最后 我发现 我洗白了 啊,就是 哎呦 就当时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 因为当时啊 我每推上一次都看着那美女 啊,那美女呢 就是站在那儿 然后那个 脚踩着高跟鞋 有时候还那个 腿怎么着 稍微垫起来一下 他那个垫脚尖的 他从 他那脚啊 从那个鞋跟里头 垫出来时候呢 他脚后跟 从那个鞋跟里出来了 等那个高跟鞋搭了着 然后看着他穿着 那个黑丝的那个 脚腕啊 就是女人的脚腕 还是挺性感 挺挺吸引人的 就当时就整个就上头了 那么种感觉 啊 然后 在家那女的呢 喷了一种 反正特别好闻的那种香水 啊 回转巴黎 反转巴黎 好像叫 那个味道的 哎呦 我特别喜欢那个味道 然后就整个这个人就磨上了 后来就洗白了 这个时候 我回过神来了 啊 那你洗白了 本来我想耍耍耍耍 一会儿跟那女的搭个善 结果洗白了 你没米了 再骂个 谁还搭理你 啊 这一下子心里头 一下就慌了 啊 就就就 哎呀 这心里头就 就就 喝不得抽自己的嘴巴 给自己扇醒了 干嘛呢 问我我怎么了 啊 结果人家那美女还走了 这一下子 我心里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啊 然后那个 出去了 出去了 然后 我就找那个瘫痪椅上坐着 在那个 就是那个置地的瘫痪椅上 然后结果呢 那个 一会儿呢 还又过了一个去寻味 还过 问我什么去不去 啊 我说走走走 他说你要没什么事 你你让我坐会儿呗 我说这儿区区美专队啊 我怎么就不能坐呀 啊 我累了啊 你自己没地儿坐 你自己活在 然后那个区区美还瞪着我 什么人呢 还说了我一句 后来呢 我心里就挺不痛的 啊 几十个W 就得全黑完了 然后 直接当时就是 去吃那个吉祥三宝去了 就那个 瘫痪三尖套去了 啊 吃的时候呢 就是吃瘫痪三尖套的时候呢 坐在那吃那些玩意儿呢 就吃那三尖套 就是人来人往的 那些人看见我呀 都一种 一种一种 特别藐视 就是歧视的眼神在抗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那只有挂鼻老哥才去吃那个的 你坐在那吃那三件套的时候 你就等于才告诉所有人 我洗白了 我挂鼻了 那个时候来来往往的人 当看见有人坐在那吃那些玩意的时候 吃那泡面那些东西的时候 人家是瞧不起你 但是呢 那会儿也顾不上那些了 那会儿呢 我就给那个谁 任金昌 我给他发一个微信 我说你在哪儿呢 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心就乱了 然后我想找他待会儿去 就是老哥黑了面的时候 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你看咱们就是说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你比如说你在工作上 比如说你事业受挫了 你往往有些时候想一个人待会儿 就喝点闷酒啊 干点什么 或者说哪怕说作为一个男人 你失恋了 或者说你在感情上遇到挫折了 你也想一个人待会儿 但是唯独说是在 妈个黑了面 或者洗白了 你不想一个人待着 你想 找个伴 老想找人说点什么 啊 这个挺奇怪的一件事 反正都是烦心 都是闹心 但是不一样 前两种是你老想自个单独待着 这个唯独黑了面 洗白的情况下 你老想找个人搭个伴 那会儿我就找了任金昌啊 然后他 回复我说他现在正忙呢 说赶上好路 然后那个说 说说那什么 说没功夫 就是没 那个时候就是说捅那个来回微信上的聊天啊 就感觉他当时不耐烦 没空搭理我 后来我就去那个找了个那个小店啊 就是那个来来超市啊 买了一瓶那个小啤酒啊 买了点那个小零食就花生啥的 找了个鹿牙子边上就喝上了啊 然后喝完了之后呢 就回酒店去了 回酒店睡觉去了啊 到了第二天呢 我早上起来 八点钟 我就给任金昌发那个微信 因为当时心里头确实挺 就挺焦虑的吧 感觉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是不是洗白了呀 我说对 他说后来我说 他说我这样二手我睡觉呢 你让我再睡 那个 一会儿我给你转点钱过去 好吧 好吧 我就不说什么 我一听说他能给我转钱 我就不说什么 然后 那会儿呢 我就想他能给我转多少钱 我觉得能转个几K 三K五K 我觉得就行了 就 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 等到十一点多钟 他醒来了 然后他那个 说二十米过了 然后我去他那酒店 房间找他去了 然后他跟他女朋友在 然后 我进他那房间的时候 我心头其实挺 挺别闹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就是 你说你当着人家女朋友的面 管你哥们那儿要钱 这个感觉很不好 你说男人跟男人之间 就是说 我跟他说 差点钱呀 或者说他愿意借给我点 或者说他就不愿意给我点 那儿无所谓 就是你当着他女朋友 或者他当着他老婆的面 他给你拿钱的时候 你是很难看的 后来呢 那我也鼓上了 那会儿我洗白了 然后 他 我以为他就给我几K 结果他给了我五个W 跟那卡 数了五十张 一K的 然后给了我 我说 太大方了 他当时他那个对象 他也没说什么 就是因为当时对象在呢 你想一般情况下就是 怎么说呢 这个女人吧 他就是自己男朋友 或者老公啊 说借这钱给哥们啊 什么的 他都拦着 不愿意 但是当时他那对象呢 挺开心的 就说 没事拿着办事 你不是黑面了吗 你先那什么 你先用着 你当时也没说还 不还什么的 就说让我先用着 后来我说 你们怎么样 然后任金康呢 就是坐那个沙发上 还拿了根雪茄 在这抽上了 他说二手 这妈哥真是个好地 昨一晚上 我们俩 红了126个W 然后给了我五个 然后他们那一W 他们是吃了个饭 还是干什么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说 把这五W给我了 当时我听了 真的挺羡慕的 就是说 你这种好事 怎么没落到我头上呢 是不 我说那好啊 心里头 嘴上说的挺好 但是呢 心里头呢 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然后呢 我拿完米呢 我就走了 因为 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还是脸皮薄 就是拿着人家的米 其实就我跟任金康 我们哥俩俩 俩男的 他女朋友不在没事 他女朋友在呢 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在那待太长时间 我说那我就先走了啊 我呢 也没说还还是不还 所以这 他们也没说用不用还 因为他们当时正处在那个 大魂的那个兴奋当中 所以我就走了啊 我说那今儿你们俩 还是你们俩玩 然后 有时候咱再联系吧 啊 拿这个五个W 我就出出去了 出去了 我先回到我那房间 先洗了个澡啊 一个是挺累的 头天晚上回去之后 喝了一顿酒 然后也没洗 就躺床上就睡了 先洗个澡 再一个呢 想把身上那点 晦气给洗了 一会呢 好沾到去啊 洗干净了 然后换了时干净衣服啊 我就决定下楼 继续战斗啊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 下个视频呢 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